所以你們剛剛有沒有思考了一下 到底什麼是有用的? 的什麼是? 我的液體跟固體都通用 對對對,都通用 只是說像PB它是特別針對氣體 氣體才會膨脹壓縮 但是它沒有說特別只有氣體才遵守熱力學 液體、固體就不遵守熱力學 沒有這種說法 所以我們從這邊看到 剛剛導出來了free energy change 就是可以用來做有用的工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種情況 好,如果現在沒有有用的工 那這邊的有用無用其實是我們人為定義的啦 我們說無用是做鴨龍工 但是其實以鴨龍工的觀念來看 它也是有用的啦 它是拿來做膨脹收縮這件事情 那只是說大家一般跟它歷史怎麼推導淵源有關係 所以他們就一開始都是先討論鴨龍工嘛 所以後來的話就把鴨龍工以外的這種工的形式叫做有用的工 就是其實每一種工都是有它的用途 那只是說PV工它已經被拿來做PV壓縮膨脹這件事情 它對其他的事情就沒有任何的用處了 它已經拿來做 它已經有一件事情要做了嘛 就不能拿來做別的事情 因為我們是在看那裡的工程裡的工程中 在家的用處開補充等口 在它們的工程中 在這個學校就沒有任何位講到 這件事情可跟它們怎麼在做 這件事情 有很多用的工程中 太多了 有一個給它 從 inom跑步 都沒有任何事情 在摸上 如果你們就加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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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情况你可以去互相对照一下 如果现在除了压容弓以外 没有其他任何有用形式的弓 就是W useful是零的时候 你这样推倒下来 就可以证出 Enthropy是等于Qp的 从这边嘛 刚刚那边推倒过来 因为这个是现在是零了 这项没有 那因为DELTA GO等于DELTA H-TP DELTA S 也就是说这一项跟这一项是一样的 是相等等 那如果说现在有use for gong 而且它是在刚好在maximum 那这个只会发生在是一个可逆的时候 在maximum的时候 那这边因为不等于零 那Qp对一个reversible的话 根据entropy它在宏观下的定义 它又会等于这个T DELTA S 所以我们可以导出来这个 Free energy Change 就是有用的工 好那我们来考虑一下 哪一些形式的工是有用的工 跟我们比较相关的 比如说电工 电 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 而且其实不光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光是在我们的体内 很多的生物功能也是靠电子的转移 氧化还原 那氧化还原它会有一个电位 其实它所涉及到的就是一些自由能的改变 还有它把这些自由能的改变拿来做有用的工 往往很多有用的工是我们体内在进行的 一些重要的生物反应 好那所以我们来考虑一下电工 好 来 点 棘 電功 你想一下電功 应该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描述 对 Q1 Q乘上那个电位差 电池的那个电位能 那前面有一个负号 对不对 拓折勒 Q是什么记得吗 附起来 这高中有学过吧 理化的时候 有吗 Q Q是电量 Q是电量 对不对 然后GELTA1 电位差 电位差嘛 电位差 比如说差一个 然后你看现在有多少的电量 要通过这样的 pass过这样的电位差 好 所以是 这Q1的话就是电功 就是大小 然后前面有一个负号 电量 电量是等于什么 F5 法拉帝 法拉帝是多少库仑 一法拉帝多少库仑 96500 一般把它简化 变成96 近四层96500库仑 然后 层上前面看有几末 对吧 好 回复一下记忆 那又等于什么 如果给你的是电流 电流 层上 时间 IP 好 所以 电功 它是-Q Delta1 我们也可以写成是-NF Delta1 对不对 或是 IT Delta1 这边是 帮你们复习的 这个应该没有新的东西 以前学过的吧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电功它的一些相关的热力学 这边OK吗 要不要举例 这边有问 要 完全没有印象 我们现在在讲的 其实是第十一章最精华的部分 好 来举一个例子 要大家 去feel 去appreciate一下那个怎么去计算 那个怎么去计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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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好 既然大家都是電話學的專家 對啊 你們每天不是都要用電話嗎 所以你們的電話每天手機都要充電對不對 那個電才能去供你要滑手機的時候 這些電流通過對不對 所以這一些你手機裡面的電池 它其實都在做電供 攻擊你要做滑手機的動作 它所需要的電流 好 加持一個電池 它是6伏特的電池 那它要負責在1.5小時裡面去傳遞 Static current 穩定的電流 必須要有1.25 安培 那你怎麼去算有多少的total charge passing through 有多少的電量 總電量是多少 怎麼算 Q要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是問你總共有多少電量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多少 是IT 它現在給你的是電流跟時間 所以電流乘上時間 你得到的就是電量 好 這個以前有算過嗎 有學過嗎 我跟你講 沒學過的舉手 這邊 應該都有吧 真的嗎 你騙我 所以I是1.25 安培 乘上時間 那時間這邊要用的是什麼單位 秒 秒 所以是1.5乘上 3600 又要用秒來當單位 算出來就是電量 對吧 就是Q 好 那電功呢 電功的概念以前應該有學過對不對 對不對 蛤 等於什麼 剛剛才在那邊嘛 你IT求出來了 那就再乘上Delta1啊 那這邊Delta1有沒有給你 變位差嘛 對不對 好就是Q 乘上Delta1 好 OK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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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負號 為什麼要負號 復工 復工 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是一個復工 是電池在對 它現在要提供 譬如說這個手機好了 要提供它做工嘛 對不對 所以是系統對外界做工 所以它是復工 是復工 是復工 那復工的同時 它會確保Delta1是大於0還是小於0 大於0 Delta1要大於0才是自發 以及小於0才是自發 Delta1必須要大於0才是自發 Delta1要大於0 那它現在是系統對外界做工 所以前面會有一個負號來確保這件事情 的正當性 那個電源是1.25A 安培 多一個圈圈變成安培 A 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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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太順了 太常寫 安培 什麼 什麼 Electric work 電弓 Done by the battery 第一體 第一體的箭頭前面 Circ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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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路 電路 好 這個例子沒問題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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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好 那我們現在要進到一個重要的部分 喂 這邊很重要 那話說 在常溫常壓的時候 DeltaG不是等於這個嗎 再來 等於 Enthropy DeltaH-TDeltaS 然後DeltaH等於什麼 DeltaE PDeltaV 對不對 所以你把DeltaH這邊帶進來 對 看到 那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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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看 我们现在要找出ΔG跟变弓之间的关系 那么从ΔG的话 它从最一开始的定义 是在并温定压的时候 它是等于ΔH-TΔS 对吧 那ΔH它的根本的定义 是ΔE加上PΔV 好 所以你把这边带进来 这个ΔH換成这个 其他造钞 好 那再来ΔE它最根本的定义是这个 Q加W 那W我們刚刚说了 我们现在要考虑电弓 也就是说它除了鸭融弓之外 还有电弓的这个形式 的弓 所以我们把Q 这边写下来 然后加上电弓 以及鸭融弓的部分 是-PΔV 好 那么你现在的话 就把ΔE 用这一个来代换 那么重写之后 就变成 这边你可以用QP也可以不用 都没关系 好 重写之后就变成 这个式 这边要写P也可以 好 然后这边就可以消掉 还有呢 QP跟-TΔS 是不是也可以消掉 因为ΔS等于QP出于T嘛 所以这边也消掉 也就是说剩下 ΔG 等于W 变弓 这个电池所做的电弓 它就是一种能量的形式 它只要是弓 它就是一种能量的形式 那这个弓的大小 就是它的自由能 也就是说它可以自由去做工的 这种形式的能量 就像这个弓的一种能量的 好 是的 它就完全不够的 它就这么多了 它就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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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式子的結論非常重要 它的物理意義是告訴你了 在所有引爆有電化學 有涉及到電的流動的這種化學裡面 比如說氧化還原反應 它的free energy 的變化 就是它用來carry out 電弓的能力 the free energy change involved in the redux reaction is the ability to perform electrical work 這是一個重要的結論 但還沒有完 以前有沒有學過NERST equation 涅斯特方程式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涅斯特方程式 哦 哦 到底有沒有 謝謝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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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等一下 好我們延續剛剛的free energy change 如果是做工的能力 做變工的話 我們剛剛不是又說了electric work 不是等於這個嗎 不是等於這個嗎 就是負delta1嘛 也就是 Qdelta1 剛剛才導過的 變工啊 變工啊 就等於這個 也等於這個 也等於這個 或是等於負IT delta1 剛剛黑板上才寫過的 等於這個 所以也就是說你deltaG 等於負NF 等於負NF delta1 等於負NF 有時候是自發 對不對 它才是一個能夠自然發生 那你從這個式子裡面 可以看一下 delta1 代於0的話 deltaG會變成什麼 對啊 delta1這邊現在代於0 deltaG就是小於0 deltaG小於0 它才能夠是自發嘛 才會是一個自發的 所以一個spontaneous 那麼電工呢 電工耶 啊deltaG就是電工嘛 啊所以deltaG小於0 電工就是小於0 電工小於0的意義 表示的是 這個 這個工 它是系統在對整個 circuit在做工的 所以譬如說電池就是 Galvanic 輔打電池 好 直接 後面是什麼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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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vanic sale就是 輔打電池的英文 sale就是電池 sale就是電池 手機的英文叫什麼 sale sale 對啊就是電池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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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所以如果反過來 Δ1是小於0的話 以前學過它就是非自發的 必須要靠外來的 外加的電力 它才能夠驅動它發生 譬如說電解的這個現象 對吧 那如果我們看一下 經過這個關係是 你可以看出來 如果Δ1是小於0 表示ΔG是大於0 也就是說它非自發 但是你藉由外界 外來的電力給它驅動的時候 它可以是自發 它才能夠發生 就變成你要有external的 電源給它 才能夠進行 也就是說電工是大於0還是小於0 大於0 表示的是 外界要對這個 system 做工才行 外界對它做工 所以它電工才會是大於0 那 Next Equation 禮拜三再講 Electric work 我們簡稱Elect Elect現在是Electrical的簡寫 就是如果說 電工是大於0的話 表示Electrical work is done by external source 它本身不會發生 像電子它本身不會發生 你需要給它一個電源驅動它 才能夠發生 你在驅動的這件事情 就是外界對這個系統做工 電工才會是大於0 然後剛剛同學有問到那個Nert Equation的寫法 有看過這個嗎 有看過這個嗎 確定沒有 好 好 沒關係 我們禮拜三再來講一次 但是我們在台灣